重圓可見的湯汁 哇 太狂了啦 這個湯汁滿滿滿的耶 它是每一隻都有完整的 那個蝦子在上面耶 哇 看這個沉澱澱的那個湯汁 這那麼大顆耶 不得了 這邊真的是臥虎藏龍耶 爆你吃好料 實在好味道 火燒烈 我是小飛 歡迎收看 爆食姐妹 今天又要由我們 帶大家來坐捷運吃美食囉 對的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 捷運的環狀縣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 今天要帶大家來去 域民間的夜市吃好吃的 據說很多同班美食喔 讚耶 其實也可以搭板南線到新埔站 只不過路程遠一點而已 等一下就出發吧 1 2 3 GO 走路就是為了吃更多的美食 所以我要帶妳來吃的就是 火燒烤火味湯 他們家的湯品啊 都是慢慢小火味的12個小時 調身體的話 燙醬的湯品都很適合 最強的是 湯醬的板娘 還有越少越震 所以有震照嗎 有的有的 做了那麼多 還是要去親自喝一下才知道 多少喝好不好 走 GoGo 我覺得這邊的點菜方式很特別耶 對啊 因為我們剛剛都是第一次來 以為就是要先進去拿菜單 結果不是 可是老闆娘跟我們說要拿 就是 牆壁上的那個湯品的菜單 對 然後呢 它上面都很明顯跟妳說 什麼時候可以喝 什麼時候不能喝 就按照妳的身體狀況 來選擇就可以囉 那我就來個 你呢 我就 好 然後還有一些小菜 那我們就拿著 然後就可以入座啦 走 好嗎 還記得我們只有點兩碗而已 對 然後呢 剛剛老闆娘就很熱情 我們還多一個 金蟲炒雞肉微湯 他說這個是沒有含到中藥材的 那我們就先從清淡一點喝看看 好啊… 之前在吃火鍋的時候呢 就已經假如用鍋這個金蟲炒 而且它的湯 清淡中帶著濃郁的清香 好好喝的啦 而且這麼小一粽啊 它有90%的麵全部都是料 它噴煮了那麼久的時間啊 然後整個金髮都鎖在裡面 這個如果說不愛吃中藥材的話呢 請來這邊必點它 好喝的不得了 這個就是 金蟲炒 看起來很像是那個什麼金蟲菇啦 或者是金蟲花那一類的東西 看起來很像 但它吃起來的口感完全不同 好 那我吃吃看 它有點像金蟲花的縮小版 對 這個是杏鮑菇嗎 它燉到整個顏色都已經滲透進去耶 下一道就是呢 懷孕的媽媽們都會必喝的 就是花生豬腳湯 可以幫助你發奶 讓你的奶水比較多可以餵小孩 我覺得就是家附近啊 如果開這種店真的很方便 就是如果 就是親戚朋友如果有在坐月子啊 或者是想要補身體的 就是很容易來這邊買 買煮湯 它的湯啊把那個頭刀的味道完全的煮出來了耶 有沒有 這是我印象中的花生豬腳湯嗎 我完全沒有辦法想像 就是我剛剛喝這道湯的時候 它的花生的香氣是比豬腳還要更加強烈濃厚的耶 真的 等一下我們進行到是我的十全大骨湯 這個中藥的味道就很濃了 你看看 好啊 我自己是喜歡喝中藥材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味道是很好喝的 妳平常很常去抓中藥自己燉來喝嗎 不會 在小時候我以前國中還在發育長身體的時候 上媽很常弄 但小時候不懂得欣賞那個味道 長大才覺得 妳啊那時候是很好喝的湯 妳的湯也不一樣耶 它有一種回甘的那個甜味會飄上來 我這個是豬肚雞湯 很甜 有那個豬肉的香 這四碗湯的湯頭味道都截然不同 妳看你撈蛋的時候 那個骨頭自動掉下去 就掉下去了耶 你也可能都不用 就這樣滑出來了 燉到整個直接脫骨耶 它給了兩大塊的豬腳在裡面耶 這完全一夾就起來了 我連身都不用震耶 真的 你看 這多誇張啊 好強喔 真的 端端端耶 而且我吃到嘴巴 明明就是一塊肥嫩嫩的肥肉 但是我卻覺得它一點都不油啊 這個豬腳很可以 它那個湯頭也整個滲透進去 那個豬腳裡面耶 太可惜了 不等於在吃豬腳 然後再喝一口那個湯一樣 然後這碗豬肚跟雞肉呢 它也都燉到整個骨肉分離了 我不知道它這碗用什麼中藥 可是那個中藥把那個雞肉的味道 整個濃縮在那個雞肉裡面 就滿滿都是那個中藥味 它的雞肉吃起來也不柴 很嫩 然後這個豬肚 整個燉到顏色都變了 很透然後很嫩 就不然現在平常我們吃到 那個豬肚還有一點點脆脆的口感 完食 超好吃的 我真的覺得呢 這家就是完勝完勝 但是呢 我們今天這邊還要找很多 很多好吃的介紹給大家 那我們就出發囉 走 美姊 美姊 在這邊呢 還有一個超平價的海南雞飯喔 它就是到了晚餐時間啊 人潮就會超級無敵滿 然後就是除了海南雞飯 就來這邊打花豬飯也不錯喔 那就兩個都給它吃起來 沒問題 就在這裡 好 我們點的菜已經都上桌了 然後它的那個餐點啊 他們的飯都是用香米飯 這家店很特別的是啊 他們都是用雞湯下去熬煮那個米 所以粒粒都很香 所以自帶鹹香味的那一種 它的茶汁都骨茶的湯耶 對啊 第一次在這樣店 就可以喝到肉骨茶湯耶 而且我跟你說 這個肉骨茶湯 水便你喝啦 讓你喝得飽 然後他們這個海南雞腿呢 他們是用去骨的 上面那個醬呢 也都是店家自己做的 吃起來有一點點微辣 所以等一下可以吃一下 然後打炮豬肉飯的話 聽說評價也都還不錯 可是我不知道它辣不辣 應該聽說蠻辣的 試試看看… 這個雞肉昏昏昏的啦 看起來超嫩的 雞肉好嫩 我這邊可以直接 把你放在旁邊變加菜 好啊 那我也幫你 我覺得這樣很好的點就是 大家都可以一起分享 然後就變成一個綜合雙拼 吃貨在一起就有個好處 隨便自己加有沒有 都是雙拼 還有油蔥 嗯 我覺得它的打炮呢 有點有點像是台式的感覺 它沒有到太多的清香料 所以這邊其實上半集很多 所以我覺得它可能 為了迎合大家的口味 有稍微調得比較 有一點點的中式 我覺得好像就是已經改良成 他們自己的味道了 嗯 我要來口雞肉了 再來個瓶 先單吃一下 你會嚇到 肉汁超多 很嫩對不對 比舒服還好嫩 對吧 完蛋了 吃完這個做舒服喝不去了 很難提的套餐啊 你看有飯還有小菜 只要110而已 而且你內用湯還可以喝到飽 好 好 好 謝謝 不管每次拍這BOSS給妹的時候 都會有就是店家 或者是粉絲朋友們請我們吃東西 都非常的感謝 超級感謝你們 也謝謝你們平常有在看我們的節目 希望我們節目就是可以 你一直嘗嘗酒酒 看之後也可不可以去到國外 偷偷試驗 來了 好 哇塞 薑麻糬耶 天啊 我想說今天好像出貨薑麻糬耶 沒想到 店家有今天讓我們在試驗喔 剛剛站好的 超當的 我試試加小心一點 好 它的汁比較沒有到太濃 因為有一些薑麻糬上面的醬汁 是屬於偏濃的 然後再偏甜一點點 他們家的沒有 反正是自己調的醬汁 比較屬於清爽型的 然後酸度明顯一些 它的檸檬味道比較明顯 它外面裹的外皮其實很薄 可是又很脆 炸過出來可以保持這麼嫩的 我真的覺得太強了 我覺得這條街很棒的 是我們剛剛一路走過來啊 有非常多種不一樣風味的小吃 所以我們現在吃完這一家之後 我們要前往下一家 繼續帶你們就吃美食 接下來這一個 是要來吃的這家超厲害的 連小編都說 他個人覺得更勝頂差風 而且它裡面的湯包就油味之外 還有我愛的麻辣口味 有麻辣口味就真的滿特別的 對 然後據說它這邊 就你要有一小口 濕到裡面裡面 就滿滿滿滿滿的湯汁啊 就連小編都這麼大吹了 我們就來吃一下好不好 我們大樂 好 然後我們去找位子 走 好 這邊真的生意超好耶 你要先排隊 然後再依序等待 生意好到這樣 那我一定需要來麻辣的啊 感覺小龍湯包也是必點 好喔 韭菜的樣嗎 可以啊 好 謝謝 那你要飲料 那我就紅茶跟紫米粥各移好了 好 那我就各移 點完單了 接下來呢 進入的是排隊的等待環節 它的皮好薄喔 剛剛它送上來我有嚇到耶 它是整個都已經可以透光的 那一種類型 這種原口見的湯汁耶 來看一下 這個湯汁滿滿滿的耶 鮮肉的 根本就湯倒不完 美姊妳吃一顆原味的看看 好 我 我來感受一下妳的爆漿 我跟妳說好吃到不行 那個肉啊 都包在那個湯包裡面 它真的很強耶 難怪就是我們還要就是 內用的時候還要排隊 它外帶也要排隊 內用還要排隊 好好吃喔 完蛋了 這如果說今天只吃這一家 我們一人剛剛吃到100顆了吧 我覺得可以吃到200顆耶 嗯 我想吃麻辣的看看 來 妳吃 辣嗎 好可以 媽媽的感覺 感覺花椒的部分比較多 有花椒嗎 我覺得吃起來有耶 好像有喔 對吧 妳吃吃看那個韭菜的 好啊 好像妳在吃韭菜水餃一樣 它韭菜香很濃 哦 它很清楚的可以吃到那個韭菜 本人在裡面那個清脆 而且我覺得它最厲害 就是它的外面那層 湯包皮 它除了可以整個包覆它整個湯汁之外 吃起來它的皮很Q耶 皮這麼薄 妳可以把它包到都不錯呢 仿佛不用點湯了 因為這是一口湯糕 可是跟喝湯一樣 嘉安 妳推薦的這間很棒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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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哥 妳謝謝 謝謝… 好難喔 真好啦 謝謝 謝謝丁家的老闆娘 招待了一籠 我們剛剛沒有點的鮮蝦呢 對 鮮蝦燒賣 我的天啊 它是每一隻都有 完全的那個蝦子在上面耶 哇 看這個沉澱店的那個湯汁 這間店我會 還會想要再來耶 好 我真的可以先預約拍YT嗎 可以嗎 我挑戰200顆 它這次風口味的每一個口味 獨特性都很明顯 這個就是肉的鮮香 然後呢 這個就是稍微的麻辣 這個韭菜的清香味 我覺得雖然很好吃 然後呢 它這蝦仁海鮮的鮮香 完全都浸在它的肉的餡裡面 對 都各有千秋 米糕 好好吃喔 這間應該有 我湯包系列的 前二名有了 就以前路大王也吃過 一間非常紅色的湯包 牛菇汁無不及啊 然後還有養生甜給你們看看 我買點了芝米紅豆粥 這邊基本上呢 我覺得鹹水跟甜食 都非常非常的優秀 它的紅豆芝米粥呢 料非常的多 而且很濃稠 然後都有把那個膠質 跟那個濃厚感給煮出來 重點是呢 它又不會太甜 所以在吃完這麼多個熱的之後呢 再來一碗冰涼涼的甜點 就覺得 神清氣爽 吃到裡面呢 又有個非常舒適的冷氣的 又有這樣環境 那現在我是目前覺得 難怪它可以從路邊攤 進階到裡面有個內用區 來這邊的話 記得一定要來這邊吃喔 晚吃 那等一下我們就先往下來家 好 出發 女生妹姐 我跟妳說 在這條街上面 有一間超平價的飲料店 我已經看到 我覺得是龍都在排隊 這邊好強 我覺得每家店都在排隊耶 對啊 而且我跟妳說 這間的珍珠奶茶 竟然只要25塊 妳說大杯的嗎 對 大杯的 那一定要買一下吧 對啊 飲料好美 而且除了珍珠奶茶25塊之外 其他飲料呢 也都是就是同版價而已 那我要來兩杯 沒問題 好 我來 一起一起 好 我們要兩杯特大的綠豆冰沙 然後下兩杯特大的珍珠奶茶 甜度都正常 然後微逼 那等一下我們就買完飲料 再出發下一家 接下來我們來吃的這家 又是個排隊的人氣美食 你只要經過這邊 看到長長的人龍 你就知道它燒辣飯已經到了 看起來好好吃喔 靈魂版木的肉餅啊 等一下就還是我們想吃 我們就跟它點什麼 我們來吃看看 到底排隊美食有多麼的好吃 吃 吃美食配飲料就是完美 完美之餘呢 我覺得這一單盤只要115塊 超便宜 然後我的是三寶 我的呢是招牌飯 它除了有那個油雞 然後還有這個蜜汁叉燒 還有這個脆皮燒鴨 然後還有香腸跟半顆的肉呢 好像給你的很划算耶 對啊 一半一半 來吃吃看他們的油雞怎麼樣 看起來都超可口的 我沒有油雞耶 我來吃一下 我覺得我們今天吃的雞油 都這麼好吃啊 那個米飯完全扒住那個雞油 收不了 好下飯喔 但我沒有想到它的雞油 可以這麼好吃耶 但它的蜜汁啊是用浸泡的方式 它慢慢慢慢的入味 你入味之餘呢 吃那個肉還不會過勞 然後配上你剛剛去買的 珍奶 乾杯…一下 這麼大杯 這麼大杯才35耶 那你喝喔 它的珍珠不是那種隨便給你的 不是那個從早上放到現在的那一種 然後那奶茶是奶精的 會比較濃 但如果你不喜歡的話呢 而且改作要鮮奶的那一種 會更好喝 那我喜歡奶精也不錯 很勾搭味 對喔 超滿足 滿足完食 感謝小編的介紹 吃得好開心 但是我覺得還有更多好吃 要介紹給大家 繼續 GO 美姊 我們最喜歡吃的蚵仔煎 在這裡也有喔 是 這一間就是在地經營的 超過40年以上的老制 它是賣著各種蚵的料理 你看 有乾蚵 還有蚵仔麵 還有蚵的冬粉 米粉 都有 那等一下我們就進去慢慢挑 慢慢選 好 現在點菜… 好 我想好 我要吃什麼了 我要一個蚵仔煎 一個蛋煎 好 謝謝 然後我想要一個蚵仔煎 跟一個乾蚵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它這個乾蚵太狂了吧 有這麼大 150塊這麼大的顆 不得了 這邊真的是臥虎藏龍耶 藏龍了好多好店 少吃天堂啊 好肥 好好吃喔 它的蚵仔煎的那個麵粉 然後漢白粉 炒得很適中 所以它可以見到旁邊周圍 是恰恰脆脆的 然後裡面還有點 糊爛糊爛 有點像是你兜欠 但是又不會到這麼的狗 很適中 然後它很巧妙的 就把菜跟蚵仔全部融合在一起 本身味道不會太強過 蚵仔裡面的鮮味 裡面的菜很多喔 小白菜 我喜歡它們的醬汁 甜甜的 非常順口 然後它的甘蔥裡面 還要附著高蘸塔 你也可以選擇 鮮科肥的高蘸塔 一起吃 我看你的小白菜真的好多喔 對啊 裡面料汁很恐怖耶 好滿足喔 妳上次妳是從事了那麼多蚵仔煎 妳後來覺得有怕怕的嗎 沒有耶 我真的很喜歡吃蚵仔煎 這之後不是還有去 那個日本比賽火力全開嗎 對 比完之後的話 我有跟它一起在日本的一間 就是餐廳裡面 吃那個大胃王小站 它也是吃蚵 還有炸蚵跟生蠔 可以選擇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就在台灣也有吃蚵 然後去日本也吃蚵 我覺得這家的蚵仔非常新鮮 又好肥又好甜 大顆的蚵仔可以過單吃 小一點點的話就用蚵仔煎 想吃鮮嗑的 想吃蚵仔煎的 歡迎大家來這邊 跟我們吃蚵仔來吃一下 不錯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還有另外一家 要繼續待會吃 走 接下來我們今天要來用 我們最喜歡的甜點 來畫下完美的據點 所以我們找了一家 這個店很厲害 因為它很多配料 都是早上起來親自熬煮的 包括它的豆花 是傳統的 它比一般的豆花還要懶得緊 其實不容易散掉 所以今天來吃下 最完美的甜點來當安定 好不好 來... 妳要吃什麼 我想要吃一份燒麻糬餅 好 那我就一份燒麻糬餅 好 花生粉 再一個... 花生粉嗎 綜合 綜合好的 然後黑糖剉冰跟鹽乳豆花 好 那你先這邊要調料 好 這邊要調料 好 這邊要調料 哇 我不到65塊的黑糖超便 這麼大碗耶 我以為這是我們的雙分量 沒有 老闆娘說 這就是最正常一般人的份量 對啊 我問三遍 好辣湯喔 下面今天要不要一起來吃吃看 這個燒冰 我們叫做綜合的 我想先吃花生的 我最喜歡上面就是燒燒的麻糬 然後下面就是冰冰的那個 它那碗上面蒸了很多個糖 然後就講到那個白糖 酥酥的口感 好好吃喔 它麻糬一個這麼大個喔 然後它遇到冰的話 就變得會比較再硬一點點 就像你在吃年糕了 一家冰店 不得了 很長版的 它芝麻也好香喔 再來我們這還有點它的鹽乳豆花 我們來吃一下 鹽乳豆花的話 它就是更緊實對不對 你就感覺得出來 那下去咖啪的時候啊 一般的豆花比較會散掉 但這個其實它還滿一體成型的 比較硬一點點 你吃吃看 我覺得它的那個豆 豆的味道滿濃厚的 它的豆香啊 不會被糖的味道可以搶過去 好甜喔 你要不要吃我的果汁放爆球 好啊 好少會在炸鳴裡面看到這個喔 一抿就啪啾 那果汁就爆出來了 瞬間變成那個果汁炸鳴 對 這是白鮮火的味道 他們家有覺得糖 這個糖真的可以請它放多一點 因為它的料好多 冰也好多 說不定等一下可以再請老闆 幫我們加一點糖水 其實我發現我們今天吃的 每一間店都很物超所值 真的耶 然後CP值都很高 除了剛剛我們吃過的店家之外 NEO其實它店也都是 大白長樓的 大白長樓的 大白長樓耶 大白長樓 所以我希望我們下次 應該可以來拍個 Part 2 我最近就是覺得那個 日正腔圓很重要 這碗面的這一趴 讓我覺得我們在陸大胃王 我真的覺得還是給大胃王吃得帥 這麼大一碗 真的超大碗的 真的 它用那麼經濟又實惠的冰品 做結尾我覺得很開心 美姐就是今天這樣吃下一整條街 你覺得哪一樣最好吃 我覺得今天整場就要來 讓我吃到最驚豔的一隻湯包 因為價錢很強之外 它的皮薄可透光 看得到內餡 然後滿滿的湯汁 那是我覺得最厲害的 其實我也跟妳一樣 我也最愛吃那個小龍湯包 為什麼我們兩個沒有給貼紙呢 其實說真的 今天好多家我們都覺得很好吃 但是每一家都大排長樓 我已經足以證明 他們的人氣在哪裡了 兩個人的第一名都是小龍湯包 當然我們下次可以去到哪裡 吃吃喝喝的話 當然請留言跟我們說喔 或許我們還有一個特集 就是校園美食 也有可能可以森林門校園囉 那我們豹姊姊妹就下次見 Bye Bye 謝謝Bye Bye